好 帮我拿下这个 这个 那个 那个 好好 来 坐 你要干吗 这 这个东西特别难搞 一旦上手了 等会儿干了就不好上脸了 不是 你是不是早就打听了 我有桂花险 故意想了害我的 之前是不知道 但这回是真知道的 沾染上桂花 就呼吸困难 长疹子 严重的话 还有可能窒息 这还真是一个好命闻 你 亏我就一心找药 想要救你 你呢 满心满眼都是算计 不是 这里面有蒲公英和金银花 对待这个桂花鞋 有其次啊 这回咱们就扯平了 不要 不是 这又没别人 就别装了 装什么 舅娘给了你错误的画像 又派疙瘩汤去杀鱼西 但今天我把疙瘩汤给绑了 耍到了他们 你今天的所有的举动 就是想届时闹一闹 造成我被你拿捏了的假象 你领悟能力不错啊 谢谢 客气 公主 不好的 半头 怎么了 那个官府来人了 把咱们包围了 把头都给我低下 把头都给我低下 怎么样 是不是有些出乎意料 你无聊不无聊啊 我还以为出什么幺蛾子了呢 用这种方式混进草帮 通风报信啊 我受了那么重的伤 要是这么一声不响的就过去了 你说无上先生会不起 不过我倒真小瞧了你啊 他怎么知道 我和他单线练习 出了事 自己猜不到吗 再说了 我们是多年的交情的 看出来了 我知道你们现在都需要用钱 这些都是我平日攒下的 拿去吧 这么多啊 该不会都是你平时 苛扣经费留下来的吧 说什么呢 现在这么开不起玩笑了 随口的话更证明 你平日的习惯 还真是窝门邪道 你 你别得寸进尺啊 反正现在都已经摊牌了 你不装了我也不客气 行了 既然合作 就和气一点 这些钱 要追上明确饭庄 是远远不够的 你就留着傍身吧 你 说计划 你 还记得刀八零吗 自然 他可是个大麻烦 要尽快处理他才行啊 你能想到的 我们肯定都能想到 所以我们这次的计划 就是想 一剑三雕 经过我们上次的观察呢 刀八零这个人吧 有个特点 他除了喜欢那些 新鲜的玩意儿之外 还挺勤奋好学 正好呢 最近曹班开展了 一个度人的西夜舞 我们就打算 以答谢的名领 在码头前面的街上 搞一个特卖会 把经过我们船运的 那些东西都放上去 还有一些能人意识什么的 在曹班的地盘上 杀了刀疤里 会不会加深 吴上先生对你们的怀疑啊 画像 能不逃 这个告示你应该不陌生吧 这可是最故意的一张 我们找了好久呢 炉火帮的马自张 你们是想嫁后给他 这马自张 最近抢了很多刀八零的地盘 烧杀抢掠的事情 一点也没手干 而且 他们的山寨 都有山寨堡垒 很难攻击 现在既然有这个机会 嫁祸给他 一点也不愿 而且帖子我们不会发给他 以他的性格呢 肯定会想方设法搞到一张 只是要以马自张的身份给他 后面我们再找一个杀手 去假扮他 让他们狗咬狗 只要等这个刀疤里一死 我们就会放出风声 造谣 坐实他们的矛盾 让他们火拼 最后 我们再带着官府的人 将他们一网打尽 把他们那些抢来的钱财 先拿来自己拥有 不是 这不合规矩啊 这不是变相给 无上先生敛财吗 我是觉得 他觉得可以 怎么了 难道你觉得 你斗不过我 你觉得你 没有办法铲除无上先生 你觉得你拿不回你那些钱财 不是 这 我累了 我累了 冷如冰走了 我累了 他今天 你别太在意 他弟弟也是探子 奉命尽到另一个帮牌 结果暴露了 尸骨无存 所以 你们这督察府的人 都这么敏感吗 他在这儿 紧了 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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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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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爱搞这些虚的 听着挺虚 但真的扛不住的时候 有用 你干这行多久了 不断 我没有要试探的意思 我就是觉得吧 你好像还挺喜欢这差事的 这可能就是 督察府和无上先生的区别吧 都是杀手谁又比谁高贵呢 你一直在看天 懂天象 不懂 不过我每次出任务的时候 都喜欢看星星 我爹 就是温虎 他跟我说 人死了之后 就会变成天上的星星 这片好多的星星我都认识 他们都跟我有关联 那一刻 那一刻是温虎 好 旁边那一块地方呢 如果明天我死了 我就去哪里 就是 那个地方 空着的话 会更好吗 你晚一点再去吧 要不你也找个点 那块 请我旁边怎么样 你往那儿带着 请我自己 好 谢谢 谢谢 看看那个条件 我去那边 看看看看 看啊 这个又多好啊 你抱起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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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抱起来 你抱起来 看来 我抱起了 你抱起来 你抱起来 我抱起来 你抱起来 我不就 我抱起来 你抱起来 你抱起来 琉璃磁绪 抓一抓啊 倒是可以兵分五路 只是可能会打草青蛇 对谁下手啊 你看看这个 你看我们这个烧制的点 这么回事啊 是真的 是他 屁斗旁那个 好 你在这儿等我 我去找手把肉 走 杨哥你看看那个 师傅 你怎么在这儿啊 不是 我这是客户活动 我没给你发帖子吧 这帖子又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 花点钱总能解决啊 看到你刚好 我刚看到个新鲜玩意儿 跟我去瞧瞧 是 是 走吧 我 好好好 好好好 堂堂曹帮帮主夫人 你应该能发现 这四周的埋伏 都换成我的人了吧 嗯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一山南戎二虎 一山南戎二虎 你知道为什么 我能跟马子章共存了吧 你们是一伙的 你终于聪明了一回 想坐收愚人之力 那是不可能的 喊两声 把你夫君喊过来 我们好好聊聊 走 起来 起来 过来 走 走 夫人 夫人 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我刚才不应该说你 你别生气了 以后再也不敢了 我死也不会原谅你的 是 走 走 别过来啊 再过来我杀了他 怎么了 怎么啊 跟我来 不是 今天干了这么一大票 有什么事睡醒了再说 刚得到的情报 来不来随你 请报呢 万民书 刀疤林被我们除掉了 他手下余党和马子章的人 不断火拼 马子章虽然心里明白 但大势已去 冷如兵就趁机带着官府的人 将他们一国给端了 这是阳城百姓为表感谢 尚给官府的人 这是官府的 还要交给冷如兵带回去 能活着吗 总要有笨头 你 你要去的地方 阳光照在那里 好像更漂亮 你个杀手怎么还一套一套的呀 你得去洗个澡 你得去洗个澡 舅娘来信 书有新任务 但约的地方是澡澡堂 她 应该是要找你单聊 要走 我这には活着 行了 肯定 Cancer 不是 烤肉 你得到 我知道 你还真睡啊你啊 昨晚干了那么大一票 有什么事当然睡醒了再说 你倒真放心我啊 想说的你一定会说 不想说的也问不出什么 你和秋娘虽然有个人恩怨 但毕竟你们才是同僚 秋娘说让咱们去接一批货 什么货 她没说 不过她特地嘱咐了 不能开箱验货 有这个眼中盯在 就算她不怀疑你 也不会让你艳的 不过呢 好在现在跟赚钱 没了什么关系 也算是信任上的一小步吧 有点意思 那当然了 这可是今年的新茶贵着呢 我是说你提醒的对 要想完全取得秋娘的信任 恐怕我们干完这一票 得吵一架 休了你 我就知道那人都是无情无义的 不择手段 你说的 从海城仓库到这个阳城仓库 中间隔了一个旗鼓峰 这旗鼓峰是最容易埋伏抢标的地方了 之前押货的人不懂地形 所以只能曹帮的人来 明天一早 咱们就得赶到海城去接应 海城仓库 是这附近最大的仓库 看来货物不少 不过 就这么点警报 你们聊了那么久 跟曹帮有关的 就这么一点点啊 你别忘了 你别忘了 我跟秋娘虽然有个人恩怨 但是我们才是一伙的 而且吧 我先是给秋娘搞了一个漂亮的发型 又做了一个美美的指甲 女人的事情你不懂 好好休息啊 明天早上咱们就得去 又干吗去啊 我去账房销账啊 那个茶叶我借在工账上 算你的 肝物燥 小心火烛 天肝物燥 小心火烛 都说了小心火烛 你怎么就是不听呢 账报好了 你不是应该在阳城睡觉吗 果然啊 督察府的人就是心机神尘 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我也是没想到 我们曹邦的账房 原来长这样 找到了 这是什么 你要找的这批货是军械 那你之前都在骗我 彼此彼此 我 我能说的我真的都已经说了 那这批东西相关的事情 我能知道吗 我真不清楚 我们无上先生他干的都是江湖事 黑吃黑可以 但是从不涉及朝堂 秋娘搞这批东西 一定是他自己的野心 你就这么笃定 那肯定的 这是我们无上先生的规矩 每个人都必须遵守 那 我们要不要赌一赌 什么意思啊 看这批货的收获人是谁 如果是秋娘自己的行为 那收获那天 那个人我不管 交给你 算你的证据 如果是无上先生的行为 那收获那天 必定有大人无道 你的意思是说 公子 对 没问题 这么爽快 因为必定是我赢的 你这是干吗 海城走的是大货 大多都是外邦商队 那我们不得乔装打扮一下 合理 合理吧 你也得去换 不行 绝对不行 小年子 你看看还有多久能到驿站 天黑前能到 一个时辰是天黑前 两个时辰也是天黑前 当手下的说话准确点 一样 一个时辰 零半主香 你笑什么 夫人 没有就是 你这个样子看起来有点怪 奇怪什么 怪 好笑的呗 好笑吗 我 我在呢 夫人 夫人 等等我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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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这单子了 给你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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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莽绑住也不过如此嘛 酒被下腰了都不知道 为了给老帮助们报仇 今天 就送他上路 没事吧 夫人 来的总康 今天 这货 我就受了 人 我也受了 来人 上 拿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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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嗯 啊 啊 啊 没事了 随身带着药囊 你倒是机 KO 嗯 嗯? 那块地方多了好多星星 人各有面吧 那把人的兵器上有毒 咱们今天好多人都是这么没的 我带你去 不要 你是自己弄的 为什么 我想要天上 收一些星星 那个主人 有声 嗯? 不要